HELLO 全年葡萄酒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萊特,又到了週五紅酒怕的時間了 今天來介紹哪一款酒呢? 今天我們來介紹這個南法小豬 對於南法小豬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 在全年的架上可以看到五顏六色的南法小豬系列 它不同顏色代表不同的葡萄品種 可能有Cabernet Sauvignon,又有門肉 或者像是今天紫色的Pinot Noir Pinot Noir在黑葡萄裡面 它算是一個比較代表紅色水果風味的葡萄品種 酸度比較高,丹寧會比較輕柔一些些 我們來喝一下跟大家分享囉 這支酒就是一個充斥的紅色水果 像是小紅莓,像是紅石榴,覆盆莓的一個紅色水果風味 然後有一些些的酸度 所以現在可以感受到兩頰生巾 那它丹寧算是非常輕柔,非常滑順的 而像是這樣一個充滿紅色水果風味又有酸度 我會建議搭配一些像是 烤春雞,燒鵝,就是有油脂類的那種家禽 所以像是一些炸雞也會非常適合的 我相信你喝了一定會喜歡的 Cheers